飘洋是一个过程 是个勇敢的过程 是新住民们为了自己的家庭 为了经济而来到一个陌生的台湾 生根是我们要做到的社会责任 在台湾有归属感 有认同感 在这个地方要活得幸福快乐 将日常生活的经验与观察 转化成促成改变的动力 113年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培育营 于7月19日完美落幕 成果发表会上学员们侃侃而谈 展现小组多日累积的创意成果 移工他们来到台湾 他们有些问题他们可能需要解决 但是没有一个管道 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学习 台湾法律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想要创这个APP 然后让他们自主学习 然后有能力去解决了解台湾法律 那我们会希望说 可以让新住民的能力学有所用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会希望说 可以跟政府产观学界来进行合作 来建立了一个人才招募管道 今年培育营的主题为社会创新 共同探讨经济社会及环境问题的新策略 交流青年创业智能及永续等跨域议题 让学员们激发彼此的创新思维 长照新住民的长照部分的议题 我们对于这个议题做了时间银行等等的解决方案 去希望透过服务来换取以后长照福利的这种提议 不仅仅在教室内的这个学习 我们也做一些这个实地的一些参访 我们包括有去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还有树火纸博物馆 还有智慧化居住空间的展示中心 我想对大家的脑力激荡 或者是说你的潜力一定更有帮助 从小在多元文化的寻陶下长大 来自各地的学员互相激发潜能 展现多元人文底蕴的社会影响力 我的父母都是来自印尼 那我现在来到台湾了之后 那我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呢 那在经过这几天 我有了一个小小答案是 不管我是谁 我其实我最期待就是在台湾这片土地贡献 学员的创意 激荡出独一无二的社创商业蓝图 期望未来也能将多元文化 及社会创新的精神在生活中实践 勾勒出属于自己的人生新蓝图 记者王一静台北报道